HELLO 各位 今天龍力七月六號 再過一下下指食 就是龍力七月七號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七夕情人節 當然我們今天不知道要講情人節的東西 大家也知道七夕情人節 是因為牛郎跟織女只有這一天 才能通過雀巧來相遇可歌可忌的愛情故事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要講那種可歌可忌的愛情故事 那有人知道織女有人在拜嗎? 七夕情人節七月七號當天又稱為 奇巧節 又稱奇巧節 也就是說在這一天啊 這些花花大閨女 這些女生們 要向月亮來祈求 希望得到織女的保佑 可以讓他們織衣服的技術能夠很好 然後可以嫁一個好老公 也就叫做奇巧節 至於哪裡有在拜織女 我們知道台南有一間 他是全台首次 也就是說全台最早拜織女的那樣 他又稱作親牛媽 這個親牛媽 有這個說法 說他是七仙女 反正我們織女排行第七 相傳七仙女是保護小孩的神明 然後為什麼七仙女保護小孩 又有一種說法 那叫做 織女因為受到育皇大帝的處罰 然後因為他跟牛郎生下的孩子 就有其他六位仙女來幫忙顧 所以這七位七牛媽 也是變成了小孩子的守護神 我們網路上查到這些資料是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會帶大家去看這個 台南首次 全台首次拜親牛媽 拜織女的廟 好啦各位 有沒有看到 全台首次啊 開龍宮 這也可以說是全台第一間拜這個親牛媽的廟 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這次大家都會縮小規模來做這個祝壽 對 車馬上移到我們的網路子 這些貢瓶 是超多多元一 你可以看到這些貢瓶 因為我們的雞仙女是女生嗎 是七仙女 所以準備的貢瓶有這個 針線包跟這個化妝組 那它旁邊這邊有個大樓 你知道 高達三層樓 這有這青牛媽町 這在我們台南 做16個選擇的地方 下面最下層是白子坪 有三位牛媽 第二層 從來公 也是有這個三位牛媽 最上面這個七尺牛牛 水位рев 大家剛剛有看到那個青牛媽町了吧 明天要做16 我們明天再來拍給大家看 我們先回家 好妹 早啦 我們今天要去拍這個 這十六位 在拍這個的同時 我們要先去 去一個地方 我們要先了解它的原油 做16歲這個原油可以回溯到五條港歷史 當時的五條港就是所謂這邊的 五條港、南西港等等的五個港口 早期這邊可以說都是河道 有河道就會有進出口的貿易 當時這邊有進出口的貿易 所以就會需要大量的工人 早期這邊大家很多人是靠這個 做這個港口的工作為生 也有很多童工 童工就是小朋友去幫忙工作 然後在那個時候有一個規定就是 16歲以下只能領半薪 也就是說他們是童工 16歲以上就可以領全薪了 就是大人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大家如果小孩子過16歲之後 就會有一些慶祝的活動 讓街坊鄰居知道說我們家的小孩 已經滿16歲了 可以領全薪了 是一個大人的 這個故事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做16歲早期都是其實在自己家做的 慢慢延伸到後面是由這個廟 廟宇來主辦 當然也是還有人會保持這個在家裡做的圈 做下來講 我們明明是個不專業系列去講一大堆話 好不好 做16 廢話不多說 我們去那個安平天后宮 近年來啦 官方主辦的就是安平天后宮 今天天氣沒有很好 今天開始在飄雨了 已經開始了 但他今年沒有那個全台最高的青鳥馬頂 我已經進到廟裡面的雨下超大 看下貢品的部分 由於有點遠了 我只能拉近的講 我們可以看到 藤櫃 麻油雞酒 薑飯 還有這個很特別喔 拜託啊 巨頭 希望未來可以遇到好的貴人 遇到好的工作 好的人事物 每一樣貢品都是七樣喔 像他這個貢品是一大特色啊 你可以看到兩顆相連 子孫連連的意思 我剛剛第一眼看到還有一拜在住氣球 明星花入水 我們剛剛抓了一位同學問 他說他的流程是先掰媽祖 然後再敬父母 好 那時候再來鑽這個青鳥馬頂 跟這個父母奉雜 人家說百善孝為先 在世的父母才是最大的恩人 我們剛剛還有領這個 成年禮證書耶 滿滿的疑似感 我們有女生耶 我們是鑽青鳥馬頂跟婚男女喔 男左女右 我好好打 哇這雙胞胎色 才來耶 好 好 好 各位我們拍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受困了 所以不是開玩笑的呢 OK 我們在我安全帽商那邊一定很high 超high OK 現在與世趨緩啊 賓水啊 各位 成年禮的第一堂課 跟你說沒有反保護 你要更努力 更努力的往前跑 好不好 而且前方還跟你 淹水 好 好 這也是 安平開打天龍宮的部分 這是由 市政府舉辦的 那我們現在要回去開龍宮 好啦各位 我們回到了這個開龍宮 我在今天人很多啊 今天早上也有很多人在做十六 這個青牛媽頂 今天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開龍宮這邊沒有擴大舉辦 啊都是一些個人的來做十六的居多 我們這邊看到這一張 這青牛媽祭品 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同時也是奎心爺的聖誕 奎心爺就是保佑大家智慧聰明 所以在這一天 你會帶你的子女 來拜我們的奎心爺 保佑他讀書 保佑他更聰明這樣子 經歷七月七號這一天 家裡面如果有小孩的 你也可以拜成月 就是這個媽祖雞酒 在床頭 跟他祭拜 希望成月 保佑你這個小孩 保護他 免於受到這個外臨的干擾 所以七月七號這一天 除了拜青牛媽 奎心 還有拜成月 整個儀式完成之後 我們會將這個 青牛媽祭品燒化 好了 你在這邊做個結尾啦 其實台灣有很多這個儀式 會流傳至今 一定有他重要的地方 早期農業社會 醫學不發達 生小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要把小孩養育成人 又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在台灣這個 複佑方面的信仰 是很重要的 要跟這些過十六歲的這些大人們講 人生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等著你去體驗 人生也有很多困難的任務 等著你去挑戰 加油 到這邊 拜拜 來吧 來吧